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是华地磨香 人声滋味 真靠一体 真想人生 我是隋缘自在红尘修法的 韩寿法师 我是李银河 搞社会学靠的是调查数据 华地磨镜烟机 靠的是人工智能 语音妇妇 解放双手 厨房生活 有声有色 欢迎来到偶像就该降神 这里是由优酷携手库瑜制作 联合为您打造 在优酷全网独家播出 挺美 偶像就该降神 本节目由挺美内衣独家断名播出 胸大胸小不重要 感情才是最重要 我们的导演组 真的是丧心病狂到一定境界 让我们念金主的广告也就算了 今天是逼迫四位神 来来来 掌声有请 下一 下容易 快 回来了 起 来 来 夏意 他就是个没气罩 夏意 夏意 来 来 他在这干嘛呢这是 打蝶 我看这人穿一身睡衣 在没气罩这 还抱吻 还在抱吻 我还以为给咱们做宵夜呢 什么呀 我跟你说有一点你特别好 你一上场就没往我们这站 你就直接奔厨房了 这说明你是一个特别暖心的好男人 关键这边我一看光芒四射 然后往全里面里面 然后就赶快往那去 这是嘉宾出来的线路 是这样 作弊 今天怎么回事 游达小超还有作弊的 这不是嘉宾出来 这是盲道 华帝高端智能锄电 夏意 你们家得备一套 这个智慧家更爱家 好 来 永哥 我们家备一套 备一套 来来来来 见过我们四位婶 这位婶是维力王玉世 女王 女王婶 是 我跟你说夏意 你是我见到过留胡子最帅的帅哥 真的 说心里话 我也觉得我留胡子比吴秀波帅 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是吧 你还别说 刚才我真没注意他的胡子 男人可能 真帅 男人可能不太在意 刚才说你 你说你比吴秀波帅 你为什么跟吴秀波比 因为秀波也爱留胡子 最重要的是 胡秀波是胡可的梦 你们家胡可 偶像 真的 那你特别恨他吧 你们家胡可要把这个 特别恨 你们家胡可 我特别想每天拿一推子 我上秀波家把他胡子都给他剔下来 来来来来 抽一张塔罗牌 有没有问题想要问呢 这众目睽睽之下不能问太隐私 好吧 我想好了 好 你透视眼吗 能看到 好 这是一张土象的牌 它里面有一种 在两个好东西里面 想做一个选择的困扰 所以你现在有二选一的困扰吗 想清楚这问题 二选一的困扰 想选择两个女孩 两个女人之间 然后想想财产怎么分 你怎么那么无耻啊 你自己给自己挖坑 你现在瞒不住了 必须说出来了 其实也没有 因为《武林外传》到现在 我成名已经有十年了 我是想想 我后十年 我在事业上 是一帆风顺呢 还是还会像前十年那样 坎坎坷坷呢 所以二选一的纠结 对对对 好 那它告诉你 并不是坎坷 你可以一步一脚印地往前走 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牌 所以只要你务实 保证不坎坷 好 谢谢 谢谢汤老师 不会 不会 谢谢 我觉得今天唐婶说话 分外的客气 是 是吧 就我喜欢她 而且我看 而且唐老师见到我了之后 您是画腮红了没有吧 是自然会画 太热了这个棚 唐老师您这是逼着 让我二选一 你怎么那么无耻啊 好 好 来 横竖法师 法师您好 很好 我送你几句话 好 就当为师给你一点开示 是 白齿干头照九州 沙鱼能量万人迷 今日这个名利双收时 他日记得做功德 好 但是你这个一点都不押韵 李老师也有领悟 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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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坦白地跟你说 这个武林外上里 那个白展堂啊 最帅最帅的一个 是 主要他们当时 选那些男演员的时候 就把我给突出出来了 老板你等我回去收拾零币 我送你一本书 希望能帮到你的事业和家庭 李老师 这书用三言两语概括 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里面主要是写的 中国城市婚姻家庭 和它的各种变化 什么家庭结构啊 家庭规模啊 对家庭的维护有个启示 对 好 谢谢 太重要了 太好了 谢谢李老师 谢谢 说说你的这个家庭规模 结构 家庭结构 结构啊 怎么个结构 太专业了 李老师怎么才叫家庭结构 结构是这样的 如果说只有一对夫妻 和他们的未婚孩子的话 叫核心家庭 如果要是有丈母娘 有三代人的话 叫主干家庭 主干 我们家主干家庭 主干家庭 户口本上的户主写的是谁 调查户口人 我呀 真的还假的 我呀 所以你们家是 你没有那户口本 只有我一个人 对 我什么人 我凡个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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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